今天非常开心迎来了中国新媒体界的这个领军人物 张盈盈女士 盈盈你好 刚才我们其实已经聊了很多了 欢迎你来到美国 在中国的农历年期间 来了以后听说这个行程是非常的满 因为我们可以约到您的这个档期都是相当不容易的 一会儿还赶时间 所以我们会抓紧时间要问多一些的问题 好不好 我们希望你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在中国从事的这个赛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情况 好不好 大家好 我叫张盈盈 那目前在中国自己创业的这个方向 就是短视频直播整合营销这样的一家公司 那我们公司名字要成长最美 那我们服务的对象就是品牌方 B2B的品牌方 他们进行在短视频上 以及通过直播的方式 通过达人营销来体现自己的品宣 以及效果营销 所谓的效果营销就是他们希望自己的产品也能够卖出货 就是把产品销售出去 所以相当于是我们作为一个服务商的角色 然后链接到B2B的品牌方 然后再通过达人营销的方式 通过达人内容的方式 不管是短视频的方式 还是直播的方式 然后帮助品牌方做品宣 以及效果营销 就是不管是收集线索 还是说最后最终销售产品 然后我们其实已经合作了100多个 就是大客户相关的 不管是它是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 然后我们的行业也覆盖的比较广 首先是汽车 然后家居3C科技 包含就是skincare 就是护肤 各户以及美妆 以及奢侈品等等几个行业 那截止到现在呢 我们公司也已经收到了业内和行业 以及平台以及品牌方的多方的认可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中国广告主协会的理事 然后以及我们收到了字节跳动商业化系统平台 对我们的认可是年度的最佳服务商 那可能今天有一些相关的这个专业生态里面的一些信息 跟大家一起来交流和分享 谢谢 一说起自己的这个专业领域啊 就是一个滔滔不绝啊 是非常的这个细节化和专业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有一句话啊 说中国很多的企业其实做的都是非常的成熟了 也是比较内卷是不是 对 内卷就会产生这个内耗 那你是怎么样看待这句话就是 不出海就出局 你是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OK 那我只针对短视频和直播这样的一个行业 这个生态来讲吧 比如说其实在五年前 真正的商业化大概是在2019年 短视频和直播的这样一个平台 才开始真正就是有商业化兴起的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抓到了这个风口 然后吃到了很多的这个红利 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左右了 所以整体的它发展的状态是非常成熟的 然后大家也在里面就是得到了很成熟的一个商业运营的规则啊 但是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涌进来了 当然是说在国内的时候 它看起来已经到了红利的末端 或到了红利的尾端了 大家现在在国内想的就是找新的突破口 新的突破口可能是其他方式的突破口 然后但是还有一个突破口就是出海 出海对所以现在大家其实是很疯狂的想找出海的渠道 因为在中国比如说类似于最大的这个商业平台是抖音 但是在国外它是TikTok 整个TikTok的全球的下载量有30亿人 DAU就是每天日火人数就已经有10亿了 所以它是一个巨大的市场 对所以肯定是要出海 那你觉得是中国企业如果要发展的话要出海 那比方说中国企业到了美国以后 其实它也会有一些人会说水土不服啊 或者是有一些土壤问题啊 或者有一些团队的这种文化上的一些差异啊 或者是工作包括在时间的上的一些差异啊 你怎么来看待这个水土不服 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间隙给它压缩到最小呢 有什么样的好方法可以给到我们 OK 其实您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出海一定会遇到跨文化冲突 跨文化冲突里面遇到各种的困难 是否一定是说它是障碍 然后阻碍这个出海情况呢 它其实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说你更好的把跨文化的这个障碍 它能够消除掉 那你就能够非常顺利的落地 但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了困难没有解决掉 那其实你可能是也遇到了一些disaster 就是非常灾难性的一个结果 那如何利用好这个事情呢 其实首先是说先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比如说我出海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想清楚 所以你的角色和定位就有了 第二个肯定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 尊重当地的一些文化或者是一些道德 我举个例子 在我们实际的这个过程中 比如说在海外 如果说你宣传里边 你一个skin care的产品 有做动物实验的 那肯定是不OK的 大家是肯定不能够接受的 所以这个文化如果你不了解 然后你的实验室里 又用了动物做实验的话 那当地的消费者一定是全力抵抗的 你本来是说信心满满的要做出海 结果大家不接受 你根本就无法出海不成功 不是你的产品不OK 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不OK 是你没有尊重当地的文化 对 好 我听明白了 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要把我们的目标要定好 第二个还是要尊重当地的这个文化 和不同的一些差异 对 那你现在有一些案例在手上 有一些中国企业出海 那你现在手上的有一些案例 有一些什么比较成功的 或者有一些比较遇到痛点和障碍的 可不可以来跟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 好 那我目前是在帮助 举个例子 帮助科大训飞这个企业 这个很有名的企业 对 然后进行出海 那其实大家在 大家虽然是一直在提出海 但真正说通过短视频 直播这样的一个营销方式 或者通过达人营销方式 其实落地的并没有那么多 那我举一个就是科大训飞的这个案例 在我们开始出海的时候 它一定首先要找匹配的达人 进行迈持科大训飞的品牌调性 包括它的产品的功能 所以我们首先要找的是锤类达人 锤类达人代表是科技类达人 匹配 匹配 首先要找匹配的达人 这个匹配达人 科技类达人 他必须要懂 他能够说清楚 比如说我们宣传的产品 就是这个翻译耳机 那谁能够把这个翻译耳机的产品 卖点讲清楚 这个要找锤类的科技达人 第二个是 他有没有在美国 或者是说在其他国家 有一个使用的场景 比如说在美国某个会议室 我们找的这个达人 他的使用场景就是 一定要跟中国人开会 那跟中国人开会的时候 可能中国人就讲中文 他是听不懂的 那他肯定要是翻译的 所以这个耳机就帮助他 实际解决痛点 所以对于中国企业 出海的时候 一定是说 他要有差异性 这个差异性就是 解决某一个刚需的痛点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就是 在过程中 他可能会遇到一些 语言的冲突 或者是文化的冲突 那就需要我们这样的服务商 来帮所有的流程 顺利落地 来给他们做一个衔接 是不是 对 就像一个桥梁一样 是的 所以这个工作是蛮重要的 是的 因为当这个土壤和这个土壤 有一些差异的时候 你们是让他尽快地 match上 是的 那您看 盈盈在美国也上过学 读的是这个MBA 然后在北京 也有这个成长的经历 做企业 自己也是上学 那你觉得这个中美文化 这些可以给你带来 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OK 然后我觉得首先第一点 是心态上的 因为你在中国 也从事相关的一个商业 然后在美国你不管是读书 然后我其实在美国也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这两方的经历 你都实际亲身经历过了 所以首先你要有一个 global的一个思维方式 就是它是一个global village 所以你要首先是说 我要做生意也好 或者说学习 或者说工作也好 首先你要born to globally 意思是说你要出生 就要是global的这种一个思维方式 所以我的心态上是说 我做生意不仅仅局限在是国内 还说一定是美国 那我可能是全球 然后中国是我们大本营的市场 然后美国或者其他地方 那就全球的生意 所以就是boing globally 或者说你的思维里面 就是一个global village 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是给我的一个 我亲身经历过的 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 思维方式上的一个认知 那第二个就是你的心态 你的心态必须是开放的 开放的代表是说 不能够固守自己在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 有一些成绩的一些案例 那你一定要用开放的心理 去了解美国市场 了解其他的这个海外的市场 他们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首先要尊重 你只有尊重 再加上你的核心经济力的融合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落地 听明白了 您看上去是像少女一样的年轻 但是还是非常的专业和成熟 我听出来了 你说首先是要兼容 对吧 要兼容包容 然后再是尊重 那我问一个比较行业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比较外行化吧 就是什么样的企业和什么样的领域和品类 它在落地 比方说像美国这个土壤 或者是海外土壤的话 它会比较简单和容易一些 就是提起简单和容易 都没有简单这回事是吧 我觉得就是没有办法是说 哪个行业非常简单 或者哪个行业非常容易 其实这取决于说你出海的企业类型是什么 比如说你可能就是focus在汽车上 但是你肯定是要进行汽车出海的这方面 你必须要攻克这方面的难题 那不能是说美妆 或者说其他的非常简单 你就可以转型去做这个美妆 或者是一个化妆品了 当然跳出来这个问题是说 现在目前比如说去排名搜索 就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去TikTok Top 50的排名 看哪一些产品什么样的最好的 那我们做了一个调研 可能前50排名里面 有很多就是美妆的工具 对 卷发棒 对 又是卖鞋的呀 比较好穿的呀 对 美美价廉 是的 这类似这种消费品 它可能是说相比较来说 可能是更容易一点 因为它产品是标准化的 它可以规模生产的 比如说汽车 它可能就会非常复杂 解决方案形式的 然后经过各种资质 以及安全功能测试等等之类 但是刚才说的 比如说一个美发棒 可能就一美金 或者说最多五美金 类似这种方式 它可能是稍微相对来说 可能会更容易一点 那你看我们国内这个视频博主 KOL这一块都是蛮成熟的 那在美国 其实在带货这一块 特别有一些视频博主 他们不是特别了解 给他们在做这个分析和培训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来实操的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 明白 比如说在中国 它其实也不是说 一开始就非常成熟了 它其实也是经历过一步一步的 这样的一个发展才最后成熟的 比如说造就了很多的这个带货一哥 带货一姐等等之类的 包含现在大部分有些传统企业 都涌入到这个带货的这个方式了 而且就是带货了一个一个的上市公司 所以它其实是一步步发展到现在的 从零到一开始的 它也是中间经过不同的产品的迭代 及直播方式的话术 抓住这个用户和消费者的这个心理 然后如何找到这个target user 它其实是这样过来的 那对于海外来说 TikTok来说 那目前来说 它可能具备好几个方式 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熟的状态 首先来说 它的平台的这个产品是否成熟 比如说也就是之前的时候 其实TikTok它只有直播 可以挂那个购物车去来销售 但是现在我发现在TikTok上 短视频也可以了 所以它也是一个在迭代和进步的一个状态 首先是你的平台 你的大基建是要建好的 你没有大基建就是空中楼阁 那第二个是说 它在过程中 它在选人的时候 这个主播 它是不是有这种 就Talkive 就是有没有这种口调非常好 这是一个就是基础的标准 但如果说这个人 他其实非常内向 然后他只是长得非常的漂亮 或者说他的镜头感很强 但如果没有办法在直播里面 就是一直就是畅谈无阻的话 那其实也是不OK 所以选主播本身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开始直播之后 或者在视频里面以后 他自己的这个内容表现力 比如说直播话术 跟用户之间的互动 还有等等之类的 所有的SOP的这个实操落地 他整体的纬度结合起来 才能帮助他慢慢从零到一 来开始进行逐渐成熟的 是的 听出来了 选主播非常的不容易 然后呢也很重要 那你像我们中国的一个好的头部主播 相当于他销售额 卖出去的这个销售额 有的时候是比一个公司一年的这个销售额都要高很多 是的 所以那老师在选主播方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可以缩短这个时间的一些好的方法 可以给到我们这边的一些工会呀 或者做这个行业的一些公司呢 OK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就是我们可以不用特别是说爱选主播是一个就是特别特殊的事情 其实跳出来看 其实和我们面试招人一样的思维逻辑 对 我们面试招人为什么能找到合适的人呢 就是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的面试 不仅是说在这个就是简历上筛选呀 然后要实际的进行见面呀 等等还有试用期呀之类的 其实对于主播来说也可以采取类似的思维方式 然后如何更加有效的找到合适的主播 然后就像我们如何招到更适合的人才 其实思维方式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招聘的方式就招聘主播 因为你如果只是在熟人圈或者说在周围的人认识 其实是它的局限性 它database比较少对吧 然后如果说你通过这个招聘的方式 我就是招主播然后定好相关的一个类似于比如说底线也好 或者说后面一个提升佣金也好 那其实就是有一大批人来应聘这个岗位 那你首先在网上就可以看到它的简历内容了 它适不适合它有没有这个基础的资质 对吧已经筛过一波海选的资博了 第二个我们可以不用马上就见面 然后通过镜头进行这样的一个视频的 这样一个video的一个面试 你就能够感觉出来它是否健谈 它是否镜头感非常强 它是否是说不会让整个场面非常尴尬 所以又筛掉一轮 然后最后是说在海量里面再选出聚焦的几个人来 然后到现场来进行见面 然后去聊 当然后面还有试用期 对吧 然后可以用几个产品进行试播几次 不用太多 三次五次完全就可以定出来 这个人是否适合培养未来的潜力方向 我听出来老师是火眼金睛 可能几个问题就能知道那个人能不能当主播 适不适合当主播 对 老师我觉得您挺适合当主播的 我自己本身其实也是一个influencer 就扣播类的 讲女性成长 讲职场 讲商业相关的 我自己也在做 因为我要下场去了解这个生态的每一个细节 那我才能够去 就遇到问题的时候 说哎 我了解他 而不是说我是一个没外害 站在没外 就是一个瞎指挥的一个状态 对 你好像是在这个最前沿 先了解问题 遇到问题 然后你才能帮别人解决问题 先从解决自己的问题开始 是不是 对 那你看看现在你也是美国跑 中国跑 是不是来来回回 会经过会怎么样安排这个时间 或者是工作的布局呢 这个可以问吗 算是商业经历吗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市场在哪里 我人就在哪里 就是 这个是干事的人 市场在哪里 我人在哪里 所以我的所有的行程 肯定是围绕着这个business的 这个聚焦点在哪里 我就会来协调我自己的时间日程 那这一次回中国以后 其实也是 也决定在美国这个落地了 那也会像您刚才说的 也是根据这个市场来 根据你的客户来 那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 一个人 一个公司 一个企业 一个商业版图 他都会有一个什么 一年计划 三年计划 或者是有个小目标 那想问一下 你近期的小目标 是什么 能跟我们聊聊吗 可以 就是我们之前可能会谈 公司战略的时候 会谈三年 五年 甚至十年 但是在现在这个社会 发展速度非常之快 各种事情迭代的也非常快 所以我们可能现在并没有谈三年和五年的目标 我们可能更加聚焦于是说 我这个预的目标 或者我今年的目标是什么 那对于我来说 我目前在中国扎根这个短视频直播的这个整合影响的业务 已经做到了相对完善 或者说整体成熟的阶段了 那我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成熟的这样的一个运营的机制 然后带到美国来 然后Leverage这样的一个核心竞争力 在海外进行拓展它相关的业务 把中国企业带到海外 所以我其实下一步的布局是朝这个方向再努力 那我看到盈盈老师的Background里面 其实有做了很多大型企业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这个商业的工作 比方说像我们用的蓝蜡啊 你刚才说的科他逊飞 但像他们其实都是蛮有名的 而且自己的Background就是非常的厚实 你在做他们这个case的时候 会更容易还是更难 容易和难我觉得 相对的是吗 都是相对的 就是当你觉得它难的时候 其实你更加享受这个方式 因为客户提出的需求可能更高 但是你就是也会倒逼你用更完善的解决方案 去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整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 就不管客户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我总能找到买足客户需求的那个解决方案 客户有什么样的痛点 你就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对 哇 这都是非常好的这个商业导师 那我还想有个问题 比方说像蓝蜡这样的这个 这样的公司品牌 它已经有非常细化和非常具象的这个客户了 对不对 它的客户画像也是非常的鲜明 那你在接手这样的案子的时候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另辟蹊径啊 或者是有什么样独特的招的 我觉得蛮难的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蛮难的 因为它都非常成熟 然后它那些客户呢 也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 也是相对是蛮成熟和固定的 那你怎么样通过你的这个宣传 或者你的方法 让新的客户了解到它 接受它 然后扭入这个商业商家的 明白 就是首先客户的需求 我们要了解得非常清楚 它可能要获取更加新一代 女性人群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品牌就是Aveners 让他们认知这个品牌 就可能接受它的品牌 比如说80后以上的 已经认可它这样的品牌了 那如何让90后 甚至是00后 更加年轻一代 更加接受这样的品牌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 90后和00后到底在想什么 他们的现状是什么 这个target的user的 目前的生存的一个场景是什么 比如说现在大家压力都很大 那其实我并不是说 我就是大家现在对品牌的感知 没有像以前那么强烈了 但是更多的是考虑 这个品牌对我有什么benefit 所以呢 就大家在非常压力大的时候 它可能更需要一些 除了使用价值之外 还需要一些情绪价值 情绪价值蛮重要的 对 情绪价值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可能就会leverage 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情况呢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女性力量 就girl power 类似于比如说我们给她创造一些 情绪价值的话题 然后让她真正在实际的使用场景中 感受到这个品牌 是照顾到她的心里的 所以我们其实万变不离其宗 最本质上是说消费者在需求什么 我们的产品输出的价值 要和消费者的需求是match的 这个品牌才能够被大家接受 明白 就是说这个品牌的东西 对于我来说是有用的 可是呢这个品牌是懂我的 是 是不是 就好像是我跟品牌是一种 相互依偎的朋友的关系 是的 就是我懂她 她也了解我 对对 您这句话说到点上了 我们做的就是内容营销 就是要engagement去互动的 那之前可能说 不管是电商也好 还是传统销售也好 就是我直接就是给 给推 然后我看到然后也并不了解 但是现在网上大量的KOL的 这样的一个内容和视频 介绍这个产品好不好 我用的感受是什么 我要不要推荐给有周的人 就是您刚才说的 就是我了解她 她也了解我 对 就是我们这种需求和情绪 都是流动的 是的 那这种流动的感觉 其实是我们现代人需要的 是的 就是你来我往 是 就好像我们今天这样子 我有很多问题问您 然后您回答给我 我就像一块海面一样 我听到以后 然后我有思考 我有这个回复 然后呢有一些地方呢 听都不是那么很明白 可能我回家以后 还要做一下复盘 但是我今天确实收获非常多 希望张英老师 多到我们的这个栏目来做客 好不好 好谢谢你 那接下来的行程呢 还有一个最难的问题 就是什么时候再回到美国 来开拓自己的这个本土的公司的业务 所以我现在也在找 比如说合作伙伴 然后也在布局所有的运营 然后这也是我就是最近的一个目标 所以就是一直在积极的这个就是推动吧 所以我就是很少是说 我必须在戴戴拉银之前做到什么 而是说我每天都在努力 就是你每天都在努力之后 你可能很快就能看到结果 比如说我这几天的行程 然后我刚刚在这个加州州旅大学 做完了一个这个营销的分享之后 那教授立刻今天晚上就会约 是说要合作出一本书 做营销的案例等等之类的 所以美国速度也是蛮快的 因为有很多人说 中国速度就是非常超快超前 但是美国如果它是比较有效率 或者是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 是非常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是随时会跟进的 对对对对 所以这几天也会约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 有可能会成为合作伙伴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继续持续的去沟通 就是你要有最强的耐心 去做到perfect的一个极致 你才能够落地 不能为了出海而出海 而是说你出海的过程中 是否都已经ready好了 所以我现在在做ready的一个状态 我也希望就是as soon as possible 但是我现在是尽最大努力 去做这些事情 那你在做ready的时候 比方说组建团队 还有其他的一些环节的时候 你最看重哪个环节或者哪个细节 我觉得还是团队人 人对 不同的人做出来的事情 可能同一件事情效果完全不一样 是的 对 那你在找人方面是怎么样快速有效果的 因为其实很多中国的商家到美国来找人 他们觉得是一大痛点 那你在这方面遇到痛点了吗 还是说比较顺利 有什么样的好招可以介绍给我们 明白 我觉得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吧 如果是说你找一个类似于partner的这个方式 或者是说找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总监级别的人 那你可能就会通过 首先是你身边的一些资源的一些介绍 然后有很强的trust 然后他也愿意有兴趣 然后持续有激情投入这一块 毕竟是因为有视差有这个距离 大家都愿意奔赴在这个事业上 那其实你这个已经建立了很强大的信任基础了 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要去找类似于这样的职业经理人 还有猎头的这样的一个资源 然后除此之外 如果你找一个团队 可能组成一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团队 也可以有一些招聘的一些渠道来去做 然后当你这个合伙人找到也好 或者当你这个就是高层的管理人找到之后 他可以帮你在当地进行面试 进行来operate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可以极大的提高这样的一个效率 并不是什么事情就需要你亲力亲为 因为现在是一个合作的一个模式 或合作的一个状态 你要用开放心态 然后接受你的合伙人 然后来一起促进你这个事情 对 兼容合伙人 兼容我们的同事 也兼容这种文化的差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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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今天非常感谢盈盈来参加我们这个访问 好 谢谢 也希望你接下来一帆风顺 然后也不耽误你的时间了 那希望你下次可以带到我们的栏目来做客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就到这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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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